中国乐坛的弄超儿,会是华晨语吗? 曾几何时,听华晨语的歌还只存在于一小片人群中,而现在,随着2018的开始,甚至更早从15、16年,华晨语的歌曲,凭借着他强烈的自我个性及高品质的水准,依据征服各位听众的耳朵,成为每时每刻欣赏音乐的最佳选择。 2018年初,华晨语空降歌手舞台,在Tope眼里,他的加入让这个舞台重新焕发出崭新的活力,网明白了讲,华晨语的加入,不仅给歌手这个舞台带来了崭新的音乐风格,更给歌手带来了强大的流量效应。 具体可以看湖南卫视歌手官博的华晨语推送量及互动量。 Tope了解到,甚至有职业黑子专门挑华晨语下手,在其粉丝纷纷理智退避之后无奈至极表示,华晨语粉丝也太没有战斗力了吧。 而此时华晨语的粉丝,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? 或许是为了给那些从歌手舞台来的新粉丝,一个和谐温暖的网络环境而不愿争吵。 或许是他们已经明白,在这个圈子里,有人靠有黑料来证明自己还没被忘记。 华晨语却并不需要这些东西。 他靠实力,可以展出一片广阔天地,让人俯首称臣。 不是时代在变化,而是属于华晨语的时代,正在开启。 华晨语。 二,乐坛还能否靠华晨语这样的音乐人,重新焕发勃勃生机? 华晨语的歌曲各种数据量,包括转发、讨论、点赞、传播量等,都算是目前乐坛较好成绩的一个代表。 另,华晨语的粉丝群体,也是曾经获得过某一个颁奖典礼的专业奖项。 这在粉丝群体当中,其实并不常见。 如果我们的乐坛,多点这样的音乐人和粉丝,能否重现华语乐坛的盛景? 又能否使我国华语乐坛在世界立足,让世界倾听中国的音乐呢? 这个问题,Tope还没有答案,我们等待时间给我们证明。 参加旅途的花样时期,在俄罗斯的华晨语。 3.Tope说。 其实这个问题,早已经有媒体对华晨语进行过采访。 当时华晨语表示,啊!我不太喜欢水,我不太会游泳的。 大意,具体可见采访视频。 从华晨语当时的回答可以看出,华晨语对于是不是乐坛的弄潮也并不在意。 在音乐的世界里,没有你胜我输,更没有你死我活。 大家都是创作者,热爱音乐才愿意为他奉献那么多宝贵的青春时光。 华晨语才会有这么多好听的作品,甚至是走在整体乐坛接受水平之间作品的尝试。 据例,哎,这首歌极其好听,大部分人只敢听一次就不敢再听。 Tope有次晚上听,听到头皮发麻。 不离感慨,华晨语这小子,也太厉害了。 Tope认为,做音乐,做自己,华晨语做到了最好的样子。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让我们听众,也随着这位优秀的歌手一起成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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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